咦 好暗喔 還是開個燈好了 好熱喔 哈囉你好嗎 總心甘 咳咳 謝 鄭總再見 期待在享逢 哈囉你好嗎 總心甘謝 鄭總再見 期待在享逢 第一個步驟 先按黑貓把體力扣下去 欸水書欸水書是誰啊 我看一下我還缺什麼 呃我的上級精靈缺一隻 超煩打了八次 喔不只喔打了 欸上級不用打了剩那個了 剩限彥級而已了限彥級超難打 限彥級三屬然後難打的鑰匙 啊我知道要去打輸好了 大家找他 卡 relat HK彈怎麼會這樣呢 大家說是不是要死掉了 欸 我有東西忘了開 我吃完飯了齁 你才剛睡醒你全家都剛睡醒 現在現在現在所有吐槽都要用這句話 對 今天的主題就是這個 你自己才你全家都剛睡醒 那我先 現在會lag嗎? 啊幹會耶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每一次都是這個梗算了 高到CPU使用率考慮調低設定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調低啦 把Steam登出 好Steam關掉了 把Google Chrome登出 好把Google Chrome關掉 把iCloud登出 不行了再登出就沒有東西了 紅龍好黏喔 因為我剛剛吃完麵 所以紅龍非常黏 先打個蘭導的 先打個魔導書吧 大家比較緊張 我們給大家一點暖身的時間 沒有啦我先把體力按下去啦 不然我的 體力在那邊毀就浪費了 雖然聽起來 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個 廢材會做的事情 不過就是這個樣子 呵呵 好 按下去了 黑潮之 欸黑講錯了 黑翼之潮 黑翼之潮 一開始就露餡 登登登登登登登 本週的第四關 第四區 是嗎 第四區吧 沒有錯 我們要打開鑰匙囉 命運的鑰匙 運命的鑰匙 運命的 我不會念 鑰匙是什麼啊 A區嗎 第一關 第一關 拉佐格爾 拉佐格爾 腐化 賦予腐化的蛋加一生命值 然後再召喚一個 蛤 腐化的蛋 我們要選什麼套牌呢 不如就快樂牧師吧 還是用這個 用這個好了 用快樂法師 今天劉海沒有往後輸 喔那是因為我之前都是這樣啊 好像很醜欸 其實這樣子蠻醜的 噢 蛋欸 蛋可以幹嘛 那應該要牧師啊 直接把蛋拿來 直接把蛋拿來就贏一半了 應該是還不錯啊 欸對欸 這樣子我會不小心噴到蛋欸 那我不是死定了 等一下 看一下啊 蛋的效果是什麼呢 當這隻手下的生命值 到達4點以上的時候會孵化 那我直接幫你點爆好了 欸 所以死掉是不會孵化嗎 死掉不會孵化 喔 那我試試看 先讓我試一個 OK 死掉是不會孵化 是太大 太大才會孵化 喔 那這個其實還是很麻煩欸 說實話 欸欸 放個車車 我可以釣一整天的魚 完了 他要孵化了 我是想看這裡面會是什麼 那我再決定要改哪一本套牌 呦呼 這樣可以的嗎 這樣可以的嗎 這樣不會太前 欸 欸為什麼他 為什麼他 有點尷尬欸 做什麼都有點奇怪 噴一個也是有點奇怪 雖然三個裡面噴到這兩個都還不錯啊 你很盾 我 我不知道 你很多人我沒有辦法處理 我只想要偷彈而已 我覺得應該是放卡巴尼牧師 放牧師那一套吧 除了調整他的血量以外還可以偷彈欸 多好 耶 謝謝你 折折 好啦這樣子他就不可能生蛋啊 哈哈 我只要兩台死尾車在場上 我就可以無限打蛋啊 理論上 是不是 我應該就可以無限打蛋了 咻棒棒棒棒棒棒 啊 他為什麼要打那一隻 欸 打蛋囉 還有一發 快點 打蛋囉 呃 不是那個 咦 秘法飛彈 看一下結果 耶 不錯不錯不錯 呃 沒有到非常好 不過可以接受 呃 咳 障藍客好像有點危險 頭彈手好了 先先穩一下 看起來這一關還好 陳懇獎 至少到目前為止 這一關看起來很好 那個彈有什麼功用啊 當他的血 當那顆彈的血量到4的時候 會孵出一隻 五四的傢伙 然後他超級強 就這樣 對對 就這樣 欸欸 啊沒有打同一隻 真可惜 他們只能買 哎呀 太晚來了 大大 你怎麼這麼晚來啊 你到底要幾點到 欸先做個Protto 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人生的 未來的方向 喔 7-3 對我們剛剛有做出 他剛剛有做出一隻 然後就被打死了 所以 就不重要 我還有沒有野獸啊 沒有 其實這個可以直接換掉 換掉52也沒有差 沒有 他血量比較多 唉唷 不錯不錯不錯 那看起來英雄難度的時候 要做比較多的那個 要做比較多的那個 調整 就是你要為了 打這個 快點 他拆我車 這樣對嗎 唉唷 好啦沒有理由啦 小包包啦 呃 我猜英雄難度的時候 你要做很多血量調整 就是你要 你要幫他換血 或移視同仁 移視同仁 的確不錯 既然死掉不會生 這還蠻重要的 如果死掉會生 就很麻煩了 啊完了 龍-2 2-9-3 欸沒有叫 那就先不用理了 我們可以放一面城牆來擋起來 然後 這個撞這個 這個 沒有 這個撞這個 欸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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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視機點一下 然後等一下做提示一層就好了 應該不是血會變多吧 應該是條件會變低吧 條件會變簡單吧 我猜他的做法 哎呦 要死啦 還好還好這個可以幫我多交易 呵呵 哦 no 好痛喔 這樣拿哪一個好啊 他手裡面有龍咧 手裡面有龍 這裡面哪一個最爛啊 蛋看起來是最爛 先把蛋打掉 PC哪一個 呃 還可以 呃 這個撞這個看會跳 跳給誰 然後我做這個 好吧他死了 好像的確有點盾耶 可是看一下背後 開工作管理員看一下背景有什麼東西在做 在調整 我這邊看起來也有點盾 所以我知道你們的心得 看一下啊 佔最高資源的前三個東西 分別是爐石戰技 OBS跟Battle內 呵呵 佔CPU最高資源的東西是 是CP 是OBS佔了11% 底下沒有任何東西 那網路呢 看一下網路的第一名 欸 網路為什麼都是0 鬧鬼啊 哦 有個東西 稍微有點卡資源 我先把它關掉 好 就還是很卡 還是卡爆 耶 看起來還好 至少目前普通普通難度幾乎都會過 你只要有套牌就會過 每一個玩家抽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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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獵人啊 試試看 沒有放棄了 因為本期專欄沒有要出 這個月專欄沒有要出 這個我就不用倒下 好悶喔 怎麼辦電腦要爆炸了 瓦拉斯塔茲 瓦拉斯塔茲 墮落的瓦拉斯塔茲 在我失去控制前 快逃吧 狩獵開始了 一點叫 全部一點叫這樣就好 耶 欸為什麼有擺這個 蛤 我獵人是不是有改過啊 為什麼變這個 我T級烈以前有擺隻王者嗎 我T級烈以前有擺隻王者嗎 欸不是T級烈嗎 唉唷自然化欸 他居然自然化這個 這樣子給三張牌 1 2 3 因為等一下這個還會給一張 然後再抽一張 完了我要爆牌了 他居然是一個內建爆牌的傢伙 因為等一下我現在8嘛對不對 他等一下抽2就死了 嘖 那一定是 一定是爛招連發 欸三隻飛刀手 可以唷 星星之洞1 可以唷 欸 攻擊更高了 奇怪 這設定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呃 我要做兩張牌以上啊 對不對 所以要做這個 第一區普通可以用T級烈通殺 你都全部嗎 那也太不給人家面 欸他自己燒了一張 他丟了一個硬幣他要幹嘛 4點 喔可以上巨人了 如果他...喔 硬blast 打這個 不 你怎麼可以打飛刀手 呃...飛刀手 然後 這個 沒有另外一個一點可以做啊 這樣 不然就是直接做放狗 換一隻好 不然就是這樣 把他的攻擊力加大 然後撞他 然後你就爆炸了 他是好龍 真的假的 好龍兵嗎 有以多為聖 欸現在會血喔 原來現在會血 欸 以前會血嗎 以前會血這張牌 有以多為聖產生嗎 其實我不太覺得 我不太記得欸 呃... 呃... 我這回可以做幾件事啊 兩件事情嗎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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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啦 二 四一 四一也是兩件事情 再說四一好了 以前會血嗎 不知道以前 我唯一玩過一次以多為聖 是在競技場 另外一次是 爆牌賊那一次 爆牌賊那一次 然後都是對手會看到 這是新改的嗎 一直都會 那一定是我放的時候 我都沒有在看 哎呀 龍圖欸 哈囉哈囉 這一關目前為止 看起來還好 因為他是 畢竟是普通難度 他不會普通難度 就就弄得你 你要死要活的 撐向我的怒火 也還沒有看到巨人 他死了嗎? 我上一個人是死的嗎?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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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多幾點傷害啊? 12345678 兩張擊殺是打10 所以還沒有死 差一點點而已 陰腳弓 啊他終於下了第一隻巨人了 不過你要死了 謝謝你 魔幣法飛彈 咻咻蹦蹦 欸?!可是?! 不穩定的傳送門 喔沒有 對對對對對 我在想 我在想不穩定的傳送門 是不是都會有 欸?! 普通難度看起來很簡單 目前到目前為止沒有很難的 當然以前普通難度也不會有哪個過不去吧 有沒有很傷心啊 幻驗則取得 本是天 節奏法 人家說是節奏法的核心 可是我節奏法就還好 因爲難度只有三三放到巨人也太弱了吧 克洛馬古斯 否則結束時將一張血 龍血之痛 加到對手的手牌中 這個 呵呵呵 我現在已經亂搞 已經不知道他打什麼套牌了 龍血之痛 有啦 我昨天有看阿嬤斯打三王 打英雄難度的三王 然後我知道英雄難度的三王 到底會幹什麼事情 超級難 超級難 你可以拿很像住的套牌 反正天氣都不會暗就是了 我為什麼心靈幻象 喔普通難度才一點喔 因爲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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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困難度是三點 那我就看阿嬤斯在那邊煎熬了一個晚上 大概打了快三十次 可能有 偷一下 再偷一下 還是幸運幣 我不想說什麼 一定是我是幸運牧師的關係 我只會偷到幸運幣 呵呵呵 二十五分之一耶 呵呵 我剛想說 再偷一次 喔 那我就跳了 我就不想玩了 因爲我是用金卡偷的 我是用的金卡偷 所以我會偷到金色的幸運幣 表示憤怒 沒有啟動阿 我還會花兩個水晶 我只是表示憤怒 沒有吧 五張不是嗎 他剛起手手牌五張阿 因為 這樣就能一口氣咬兩下 他其實手牌五張啦 所以應該是是是五張 是是五分之一 家家 喔 回合開始 少一點了 我不要再偷了 頭是沒有結果的 再也不玩了 遊戲 驗星 驗星真的是這一次 副本王最強的一張牌 其他不算阿 這個個人 只有自己有的 不算阿 不然驗星真的很強 藍色是什麼 法術減少一點 其實我後來 我昨天在想 我昨天看到馬斯打 我有想一個戰術 可是 我想的戰術不知道可不可以實行 就是 嗯 欸我想的 我想一下 欸不管阿 先來偷偷看阿 我想想看 我知道他有 亞歷史著殺 我不知道普通難度有沒有 不過偷偷看就對了 反正也沒有事做 你喜歡我嗎 GAME 好吧 他把那隻烤死了 真是一個好遊戲 欸我還不能丟這個欸 丟這個連他都要死欸 什麼爛設計 他怎麼拿這玩意要刷我存在感阿 這一定是哪裡怪怪的 欸欸欸 偷東西囉 再來一隻 摩一蓋 欸我自己去送一隻好 不行 我還是先偷東西好 我知道有諾茲多姆 這是新的欸 223加2加2加2 223加2加2 好強喔 這張牌如果放出來 就超級噁心了 真的 這張牌就遠比那隻 十二屑巨怪噁心了 欸欸 人家都叫我漢堡神偷呢 欸 現在可以做掉一個法術 喔不行他會變大 嘖 抱歉 我不會日文 如果你真要說的話我不會日文 就這樣 這超麻煩 呵呵呵 四隻 你實在打一桌麻將 沒事 少了一隻 三隻 打半桌麻將喔 隨便投一個 然後 隨便撞一個 然後 可以選擇補他 不過我要選擇 隨便轉一個 他五點嘛 五點可以轉不少好東西啊 五點有什麼 想不到 憎恨者 爛透了 所謂聲六點 欸五點傳說有什麼啊 浮沉跟斯塔拉格 好啊 也可以 柏拉爾 柏拉爾 柏拉爾五點叫喔 貴啊 唉唷 不錯不錯不錯 好啊該把手牌噴一噴啊 先把這個中這個 這先逼掉這個吧 不然這很麻煩 然後 做西瓦娜絲跟用掉兩個法術 這個不行 這不行 Double抽牌都不行 Double抽牌一定不能給 Double抽牌太兇了 喔還有土元素 你好聰明喔 NO你不要這樣 他是無辜的 你不要這樣對他 一輪打八點 聽說他有超三 他有三屍咬 然後一拳都會直接 直接把東西換光 欸炎魔 啊我們來直接做炎魔 撞掉這個下炎魔 啊不是他居然拿這個撞這個 真虧 好進化手牌的時間到了 這個不能給 扣血好像可以給 這個其實有點傷 完工嗎 然後最酷的是他為了下 他為了下亞歷史卓莎 他會幫你噴層食物血 這是這遊戲最奇怪的設定 不過因為他本來就笨笨的 所以你不要跟他在意 然後我可以進化了 我終於可以把手牌全部進空了 呃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 這個 他 看彈給誰 哇 好吧 還是有點傷 偷一張看看 他這兩張嘛 就看這兩張捏的是什麼啊 兇滿 你該不會另外一張 不是我不知道另外一張 我還是沒有辦法知道另外一張是什麼 還是兇滿 死吧 欸他剛沒有法力嗎 他剛做兩個事喔 剛好沒有法力 不然我要說兇滿兇滿 我就死啦 施咬兇滿 欸 為什麼 那隻仇恩只比 許瓦納斯 喔被許瓦納斯 對 所以這張一定是兇滿啊 那我偷兇滿就是垃圾啊 我要希望他把他打掉 我不要用掉西歐 我不要用到西歐納斯 你主動換也沒有批用啊 反正他一定會來換 理論上一定會來換你 然後就沒有結果 對那你不如就放掉 你補他意義也不大 你先補一下自己 你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會忽然被兇滿打死 對你要期望炎魔去把他射掉 這樣至少他下手下會比較麻煩 他已經沒有招了欸 他手裡另外一張是什麼 好想知道喔 可是我現在偷大概只會偷到兇滿而已了 大概另外一張是咆哮吧 有沒有 一張兇滿一張咆哮 總共可以打4點 聽起來好厲害 待會再偷 喔龍土 欸 加加 好吧 研磨屁股變大了 我再偷一次 哎呦是揮擊欸 欸為什麼不揮 欸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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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留火口 啊 奇怪啊 這個官方AI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啊 這個AI有點有點蠢蠢啊 灰掉吧 希望他是灰掉也好啊 就不會痛啊 最後一個奈法利安 維克多奈法利斯領主 我會幫你擊敗奈法利安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厲害 最後一個奈法利安 灰了只會灰了只死一隻不划算 你灰了只會 你灰了只會 你灰只會死一隻啦 你 維克多 所以他一進場就會變身嘛 我記得 我猜 因為我昨天看到的時候 明明都是龍 我昨天看到的明明就是龍 你不要騙我 你不要當我第一次 你不要當我第一次玩 你一定會變身對不對 欸我先偷偷看 閒著也是閒著 喔不錯不錯不錯 龍 全是former 奈法利安均勁的力量 哇他在背面好強喔 這這個能力什麼 從對手直接獲得一張 隨地法術卡拼放大手中 喔喔喔喔 還好 不過60血是有點高悲 聖光線將為我所用 思想竊取 他為什麼10顆水晶了等一下 呵呵呵 這有點不公平了 我剛一直開頭才發電這件事情 你怎麼死顆水晶了 這已經不是不公平可以比較的事情了 這比個屁阿 XX比XX阿 我覺得阿 我應該是要死掉了阿 相信你了 炸彈客 我需要一點幫助 這是什麼 隨機打八點 每回合都會給嗎 先炸死一隻快點 炸彈客上 不是我阿 你要把我炸死了 一二三 我要是把這個炸死 我 對一個敵人對不對 所以他會打到這個對不對 等一下 炎魔會給我幾張牌 兩張嗎 一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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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給一張嗎 炎魔全部只會給一張嗎 我有辦法活到預言者廢倫出來嗎 一二 算了 我還是不要動 如果炎魔只會給一張 那就有點抖了 如果炎魔 每回合都會一張 喔 那可以做那個欸 說不定廢倫可以 棒棒 然後兩發來就死了 沒有可能要二十幾發了才會死 要不然我現在就是要升天了 欸 哇這個神抽 漢堡神抽 這是什麼 嗚 欸 我有這張圖欸 他在副本裡面有出現欸 戰吼打六點 現在我先偷 再決定要偷哪 再決定 我先偷嘛對不對 不行 我應該先把這個撞掉 這個是最弱的阿 這是現在四個裡面最弱的 我先把他撞掉 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偷嘛對不對 偷完之後再拿一個過來 我還是拿到出來 再噴一隻 再噴一隻也不夠了 不行 好吧 可能要控一下法力讓這隻出會更好 第一屆作弊大賽 噢噢噢 哇 他媽精靈龍打死了 你怎麼可以打死金靈龍 我現在復活還有什麼東西 炸彈科跟金林龍 算了 喔 野系魔法這叫野系魔法 寫來不錯 名字設計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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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死在抓機底下了嗎 還能抵抵地血太好啦 師父救我啊 師父有需要啦...喔! 噢! 這一根就是第一屆作弊大賽阿 沒有用這個換是我要讓那個讓他比較好儲藏 看他可以噴到誰 啊你打歪了 啊傻傻的啊 不行這樣好抖喔 我要補血是叫死亡領主 我要下這個還是叫死亡領主 叫死亡領主好了 這是第一屆大家都作弊打賽 都靈費靈費好強喔 真的喔我的臉要烤焦了 還好我擋住了 然後心靈震爆 被對方做combo 再看一下沒把 啊隨機打八點然後我們現在隨機打八點 你可以在 集八點 欸中了非常好 終於要五點叫了 五點叫也是不太夠用啊 我還是先補一下血好了 我做了三一二好了 兩隻先打嘛對不對 然後我下這個嘛 然後偷一張看看 反正他現在都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對不對 哈哈完蛋了 欸他應該不敢把這個拿走對不對 他有可能他會把這個拿走啊 喔他這個一定會開 他永遠沒辦法做星空 他有問題他一定會開這個 所以他沒有辦法做星空 但是我可以做星空 耶嘿 這是來自我魚人之界的禮物 這什麼 吵 等一下我先把魚人賣了 因為我不要把他錢加給魚人 他會星空 他怎麼星空 他不是一定要做這個嗎 你這樣不按照規則來喔 我要舉報你喔 他怎麼星空 沒有說普通難度呢 N怎麼做星空 不是H 不是Hero 可是 他怎麼做到的 他一定要開這個不是嗎 喔喔來了 要面對 所以 喔還好沒有戰吼 喔那是英雄難度嘛對不對 我在說這裡嘛對不對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們一馬歸一馬嘛對不對 現在都快要變打成馬了對不對 呵呵又是嘲諷 呃先撞這個嘛 先撞這個嘛 噴一隻然後再去撞 欸不行 欸結果一樣啊 對啊先撞這個 噴一隻嘛 隨便噴哪一隻然後再撞另外一隻 嘿嘿嘿 他硬幣丟過 欸 硬幣丟過了嗎 他丟過啊 他一開始下精英龍的時候就丟過了 雖然沒有硬幣 喔 只要活到星空遊戲就結束了 基本上 喔 所以 他會幫你做法術 你會幫他拿法術 他會給你法術 你可以偷他法術 耶嘿 希望他 沒了就這樣 還不錯 喔喔喔喔 先讓我看一下 你先給我走 哎唷 這個好強喔 哇 還有掃牌效果嗎 不過難度假設全放解牌 ocult 等 等炎魔凱瑞 差不多啊 看起來 咦 喔~~~ 你為什麼 我等一下來復活一次 我現在死掉最大的東西是什麼 沒有都是一打的二射 呃~~~ 這個是6...喔不是 這個撞這個 這個撞這個補血 這個這個撞這個補血看給什麼 不一樣啊 風怒音聲人欸 零點叫風怒音聲人有沒有看過 沒有這輩子從來沒有看過 欸~~打中啦 棒末日預言者 不玩了 要是打出末日預言者現場就不玩了 乃哥又不錄了 好強喔 零點叫欸 人家的東西都零點叫 為什麼我們要六點叫啊 這一點不公平啦 這玩意又是超強啊 噗噗 喔呦 好強喔 真神抽 他 他 我現在比較害怕是 喔不會 哦沒事 我剛抖了一下 我剛想說它要是拿兩張心靈盪 心靈 它要是拿 拿兩張心靈盪我就死啦 哈哈哈 呵呵呵呵 我覺得一回被殺掉 在我說就 在我還沒有把話說完之前我就死掉了 哎唷 哦 運氣真好 呵呵 偷一打 血一定要補啊 基本上還是過12比較保險啊 你不想一輪被偷掉啊 對勒被丟兩張心靈陣暴立馬就被秒 你千萬不要這個樣子 喔沒事 你知道怎麼看他會不會被殺了你嗎 就看他是不是直接丟法術打你臉就對了 如果他直接硬灌你臉你可能就死了 心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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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然後就死了 可以收尾啦用這個就可以必定收尾 GG 謝謝你 沒有其實我沒有算 我完全沒有在算 我只是想看他會給我什麼其他東西而已 我剛剛點3點直接噴就贏了對不對 還好 馬克洛馬古斯登場 然後奈法利安逃走了 奈法利安會在這裡才會出現 呃 直立的挑戰 直立的挑戰聽說還都很簡單 所以所以應該不用這麼認真 沒有沒有不用拍 這一輪不用拍照啦 反正 近期稿子不會寫 6月的應該也不會寫這個 6月要寫什麼喔 6月應該也是講Breeze抗目前積分然後怎麼樣吧 又有學打蛋了 這就柱啊 還很標準耶 連牌都幫你組好了耶 以後要打 假設你要打柱你就 你就你就你就超一副這樣就好啦 你看超標準耶 你就把這副超一份就好啦 用職業套 用職業挑戰套牌打上船 用職業挑戰套牌拿去打比賽 他給的跟柱沒有兩樣啊 實況在Youtube看 能在Youtube看重播嗎 要我有傳的才有 黑石山會傳 可是 呃我的股東師女要考教了 可是假設他沒有梗的我就不會傳 是這樣 我是一個非常洗心煙 是這樣講 我是用我的標準去看 去看這張 去看這 這一個影片夠不夠有趣 呃 騎之星 哦 我忘記了 其實是因為之前 假設我最早開始 我什麼都傳 就是影片有一段時間 我什麼都傳 然後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是 是有人 沒有 是不是要死掉 我是不是還是應該剛用這個燒一下 不然這玩意要爆炸了 看來我是要爆炸了 這副牌有TCE30嗎 哦 這是惡魔嗎 是吧 這是惡魔嗎 是吧 這是惡魔嗎 是吧 OK 好問題解決了 不是啊 你有惡魔怒火患嗎 你有這個啊 你有這個不是嗎 不然我打誰 蛋的效果是 如果他血量到4滴血的時候 他就會孵化 這隻要死了 他沒有差別了 因為他被吐 啊那我應該擺錯 我擺這裡 這樣躲至少大一點 沒有這是職業挑戰 超像柱耶 超標準 到目前為止 標準到無法再標準 連這個都很像 連這個都很像 真的都很像 惡魔火焰沒有啦 一般的也沒有 浮出來是一隻 7-3 7-3-8-2 你要是懂這個 你也是蠻老的 我會付出代價 的一隻很大的 是龍嗎 那一隻是龍嗎 呃在哪裡啊 炫彩飛龍 炫彩飛龍不是龍耶 為什麼 那炫彩飛龍是什麼 欸對啊 我們給你孵 讓你孵一隻出來讓我看看 炫彩飛龍不是龍 炫彩飛龍 那 那炫彩飛龍是什麼 炫彩飛龍不是龍 馬不是馬 伐木雞不是雞 不是吧 這是炫彩哦 跟他對話回應你吧 我們來試試看 你好 你好 打成蛋花湯 我們讓他孵一隻試試看 反正這應該是不會 這這個檯面應該 不至於輸吧 講了這麼肯定 後來還是輸了 是沒有啊 可是 我的主性看得到 我的惡魔看得到啊 然後我們再給你孵 我們就讓你孵一隻好不好 不要說都不給你玩 怕你沒有玩到 現在接下來不是BM 現在我只要做一個測試而已 到底炫彩飛龍是不是龍 這加爾也才5而已啊 那還是會換掉 請不要在意這件事情 我只是很無聊 再打他就死掉 這個是英雄 不是英雄難度 職業挑戰跟普通難度一定都很弱啊 真的 我的八八 我的八不是 我的八是 八屎打輸 我三張惡魔怒火耶 看起來這部套牌是沒有辦法重現 然後這個 好 下一回合就知道了 劇情說的 新的龍族是實驗室 裡面的實驗品 他不是龍族耶 我發現了 耶 我們有發 有一個大發現了 他不是龍族耶 他真的不是龍族了 怪怪的 這個是龍類啊 這個不是龍類啊 嗯 太炫囉 你長得好像 你長得好醜哦 呵呵呵 好 我們把它解決了 欸 乾 我點歪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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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遊戲主題嘛 對不對 你也從一個這麼像蛋的裡面的蛋的東西 分出來 你就應該是龍類啊 新的龍類也是龍類啊 把 庫斯拉是 庫斯拉嗎 庫斯拉是庫斯拉 那 好難啊 要想一個舉例 那 那 想不到 我還想一個 諷刺大家了 我要想一個 我覺得這個有點怪怪的笑話 可是我想不到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新的AE可以取代那張全場燒三點了嗎 不 完全 可以 腐化蛋附出來當然是屍體 恐龍是猛啊 恐龍不是龍啊 三角魚不是魚 不是這樣子好嗎 這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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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隨便亂打 金魚不是魚 金魚本來就不是魚 因為叫金魚本來就很奇怪就是了 金魚只能叫 只能叫金吧 不能叫金魚 其實以前有一段那個啦 欸他怎麼已經先扣了九滴血了 真好 這遊戲看起來贏一半啦 我到底要幹嘛啊這部套牌 這是職業挑戰什麼啊 練習打爆牌賊嗎 他現在只要給我一隻魚人 我就超強啊 我說的是魚人 我說的是魚人 怎麼辦 欸可以硬解對不對 我有暗殺 喔我可以暗殺解 我可以準備暗殺解 我可以先做三隻 呵呵謝謝你 我也有巨人了 一人一隻巨人 然後丟準備暗殺嘛 還是這樣太早 因為我後來想 我想把傷害留著硬灌他 他只剩20滴勒 我覺得這應該是蠻快的啊 啊贏了啊 媽 123456789 又以多為勝 這部套牌到底發生什麼事 呃 武器塗毒 武器塗毒剔骨 塗毒打臉 差不多啦 快要死掉了 他剩16滴了 我光 我光第一手悶那個 烈焰小鬼回去 我就覺得我是有無恥的家伙 呵呵呵呵 啊 進攻 華尼 嶄 那我換 我再做3隻這個 不行 那我根本叫不出來啊 等一下 這遊戲好難玩 哈哈哈 我要浪費準備了 我要用準備亂丟了 NO~~ 喔~~~ 喔~~~ 關鍵時刻 好啦 什麼巨人 我要做一打巨人 我跟你講啊 首先我先做一張被刺 媽 隨便都可以 我做了一個準備 我做了一個悶棍 我再做了一個準備 欸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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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那麼在一起用 我再做一個門棍 現在多大了 88 我再做一發剃骨 我再做一隻地獄級大小飯克里夫 我再做一個準備 我再做三隻飯克里夫 我再砍你一刀 好 就這樣了 嘿嘿 我有好多好多老飯 沒有沒有老飯 哈哈哈哈哈哈 媽 你要被BAN掉 我跟你講啊 聚你媽聚中 你媽都聚中 你家全家都聚中 我覺得這樣 好 飯克里夫又回來了 非常好 我們又可以重新再經營吃飯克里夫的家的家園了 媽 你媽的聚中 你全家都聚中 我覺得這樣 他現在做出來多大 哈哈四四 我只做了一隻 好難喔 背刺這個這個這個這樣多大 呃 十十嘛 對不對 如果背刺 幹不行這樣好弱 背刺做三隻巨人 做三隻巨人 做三隻巨人 做兩隻這個 做三隻這個都可能都比做三隻巨人好 這個 這個 他 就這樣啊 你是可以啊 是可以等一下 然後待會看一下下一手是什麼 他會88對撞66 喔我要死掉了 怎麼辦 他一拳就會把這個88打飛 唉唷 大背刺 太棒了 喔 做三隻 做三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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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有第一隻手下了 非常好 非常 沒有用 我知道了 我就想辦法一回合丟兩隻手下出來 然後砍他臉一刀這樣就好 呵呵 小悲刺 其實太過分了 過關了 你們 最後一 Witcher 我還有好多好多的范克里夫 我家什麼都沒有 我家人最多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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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烤焦了 又是自然化 全聚眾 第三補了 天啊 這部戲真難看 欸 看就靠這個啦 123456789 插一張 這我六點叫了太好了 我剩一回我就要死掉了 還有屁股嗎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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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五間節目就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 哼哼 有 我下來了 還好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沒有抽毒就覺得沒有抽毒就有點抖了 沒有抽毒有贏嗎沒有吧 沒有抽毒怎麼贏 對啊沒有沒有抽毒怎麼贏 你一定要抽毒藥你才會贏啊不然你就要被對手灌死 登登 恐怖 英雄難度 0.1再加一個 一樣 呃抽三張牌獲得一個法力水晶太不公 欸每位玩家也會獲得一個法力水晶嗎還是只有他獲得一個法力水晶 根據規則應該只有他有 再回合結束加上龍血之痛加到對手的手牌中 我知道這個全部都變3 就原本減1變減3 3點變1點變3點 遊戲開始了這好像是打60滴吧 呃那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 這個 先想一下要特化一個什麼類型的牌 我聽過的答案是聖騎士很好用 或者是科學家也很好用 然後你把蛋炸了不算 可是我所以我想要牧師過 只是我要蔡衣服套牌起來 啊好擠喔 青火木是上週的第三關 應該是不用了 欸我還沒有拍照耶 自定盜賊是哪一個啊 是正常的嗎 喔是很讚的 喔是刀有賊耶 好認真喔 天啊 那我把自定盜賊拆掉好了 想一下 打蛋喔 一視同仁 一視同仁也是可以啦 一視同仁 奉獻 火瞻師 一視火瞻 把蛋燒掉不會有副作用 可是我自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把蛋加超過血量 欸牧師 牧師可以自己孵蛋 血之小鬼然後TCE30 這好酷喔 自己孵蛋 想一下 讓我先想一下 一般是聖騎比較好過啊 聖騎就是把 把蛋壓到一點就好 我們還是先試一場 不論什麼東西都先試一場 先測試一下到底怎麼樣 測試一下到底難度有多少 我們再看 用幸運牧師吧 幸運牧師就是擺TCE30 跟別人偷別人東西的 就這樣 除了已經把你正規牌住了 沒有我把他砍光了 對啊 想辦法偷蛋 然後自己想辦法把他弄掉 我聽起來這麼 我覺得是蠻酷的啊 可是 需要王牌獵人 應該是需要王牌獵人 蛤 為什麼那顆蛋一開始就刪了 這不太對吧 這不太公平吧 空過來會幫王夫 那就不用自己加啦 一輪這個蛋就多少 五 四多少會孵 五以 哦 五會孵哦 那還有一點 那還有一回合的時間 那一開始這個就零四耶 太難了吧 哦 等一下 每一隻出來都是零三嗎 這第一屆偷蛋大賽啊 看起來好不好死在這裡 我第一輪就要遇到一隻七七了 一二三 想要炸些東西嗎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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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至少要打到這個 我們下一回合就可以看到這一隻變成一隻七七 是嗎 是七七嗎 聽說是七七 蛋變三三有點麻 不是有點 超麻煩 已經不是有點是超麻煩等級了 哦 黑暗教徒 這應該死啦 這看起來兩回合內就可以死啦 你可以打一顆蛋 呵呵 打蛋機 你的人生會花很多時間在打蛋上面 然後蛋就會直接直接直接毀滅你的快樂 然後你每回合就要一直清這個蛋 一直清這個蛋 不過他看起來都不會就走下交換 他就一直管你 這老是一個蠻重要的資訊 只要知道他只會一直管你一點 你在 你下嘲諷就會比較過得比較快樂一點 不過我是快要死了 我打錯了 欸沒有結果一樣 七八九剩一 然後等一下那隻會變七七 不行耶好快哦 那我們來重新想一下我們需要什麼材料了 第一個我們需要王牌獵人 第二個我們需要TC30 這兩張都是中立卡 第三個我們要把蛋的血量變一 所以最好就是盛奇的一次同仁 所以我們去用盛奇吧 如果要放牧師 啊我們先用牧師 試試看能不能用牧師過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牧師 來請給我一個 哎 請給我一個安度贏謝謝 第一個要怎麼解決蛋的問題呢 一定就是這個啦 哎呦拿錯了 一定就 欸 一 咦 哦找到了 一定就是這個啦 這玩意兒只要四回丟下來就能解決問題了 至少全部的蛋暫時就不會動了 而且可以卡住他的場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奧緩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只是前期要怎麼樣解 要怎麼樣解蛋是最麻煩的 那先放個兩個TC30再說 這一定是不變的真理 只要放TC30問題就可以 只要放了TC30世界都會變得更好 放了王牌獵人世界也會變得更好 好 我們完成一半的任務了 接下來放兩張死進去 呃 死在哪裡啊 死是3點 好 OK 我們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了 就是我要幹這些事情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解決蛋呢 但是0 3 所以這個應該也可以用 那個咧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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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對 這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然後 奧緩也可以清掉所有的蛋 包含他叫出來其他手下 所以奧緩可能還是要白 什麼 眼鏡蛇 哦 貓頭櫻 貓頭櫻 貓德英就有點LOW的感覺 奧環 欸?環在哪裡啊? 我至少這環怎麼求不見了 奧吉奈 好! 我們現在完成了一半的要求了 接下來就是打出DPS啦 如果要怎麼能打出DPS呢? 這沒有屁用 最好的簡單還... 最好的做法就是新火 新火木就是最簡單 啊!這沒有屁用 偷彈! 偷彈龍! 不錯喔! 就這樣了 我只是想要試試看而已 你不要這麼認真 你們不要這麼認真 驅魔放了一張嗎? 好! 那應該就夠了 然後... 第一顆蛋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貓頭鷹可能還是要用一下 貓...貓頭鷹 貓...貓...頭... 貓...貓頭鷹兩點 貓...頭...鷹... 這個勒? 欸? 這個也不錯啊 三回合內丟下來你一定會贏 他不會解吧? 他應該不會解 欸? 試試看好了 會不會不能用 他玩錯了 貓...貓頭鷹...在哪裡? 在哪裡? 不要... 這! 啊!這不行! 看他3D血 這個... 自爆冥犯沒有高頭 要兩隻自爆冥犯才有高頭 貓頭鷹... 好了! 暗影狂漢轉換 暗影狂漢轉換之後太low了吧 接下來我們需要一些打得出DPS的東西 沉默應該有... 沉默有用吧? 但是沉默不會生嗎? 請問他可以把視訊關掉嗎? 為什麼? 你想看什麼? 詛咒神教加加蛋孵化 太厲害了 單點沉默也要嗎? 單點沉默有點爛耶 單點沉默在哪裡? 點不到 不是啊!我覺得這畫面上少了什麼東西嗎? 為什麼要把視訊關掉? 對吧!沉默就不能敷啦! 因為你就沒有那個效果啦! 打天梯用了機械法就過了! 真的假的! 打天梯用了機械法過... 過英雄難度! 那你還蠻厲害的說實話 我們還是要有點抽牌吧! 應該還是要有點抽牌吧! 其實這玩意也可以拿去打蛋啊! 呃...不是... 納魯之光也可以拿去打蛋 痛也可以拿去打蛋 重點難度就是蛋 為什麼? 我房間開始有一些... 蚊子 呃...抽牌我們需要真言書盾 也可以幫助孵蛋 孵自己的 幫對面上應該就死一半了 北軍叫吃! 不知道領主這一套能不能做 如果再用新火木勒 那我就先改一套新火木進去就好 那就跟這...這一副... 結果搞好... 這副套牌還是跟上一副沒有什麼兩樣啊 然後領主 這樣啊 六四那隻龍會是蠻麻煩的 痛可能還好 我不想拿痛去打蛋 欸這個不錯欸 這真的不錯 用電力術把蛋... 有!有!我有擺了! 對 新火吧! 應該是新火蛋 喔!那不是死亡之聲! 這不是石頭 如果是石頭就好用了 石頭就簡單多了 炸彈克沒有用 石毀車打蛋 我在第一輪成功的原因是因為 靠石毀車一直打蛋 然後他就死掉了 彈就爆炸了 呃... 偷牌沒有用 這應該都沒有用 廢祝教徒可以考慮要不要擺 也就是為了...為了佔一個手下格子 不過我身體格了 復活沒有用 震爆沒有用 光束拳 光束拳 好像... 試試看群區拿掉一張好了 群區在哪裡啊 4點 目標就是灌星火一套啊 我有兩隻可以灌成星火的 死亡領主跟這個 然後剩下就是偷別人的東西 好! 先試第一輪再說 剩下就是用別人的龍 玩錯了 我們上次就這樣 點完然後... 我有一次打... 打哪一次啊 納克薩瑪斯還是什麼 然後點完就直接進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在R5 R5還R4 那我就直接開打了 我想說... 對... 對面的名字怎麼好像不... 對面的名字怎麼聽起來不像副本王的名字 所以我想說... 啊我死定了 呵呵呵 像個傻逼 勿忘光束前救命之恩 練... 機械數字用惡魔火道打蛋 噢說到這個我昨天重聽VOD才發現我都把惡魔火道講成烈焰火號 他一定很不開心 所以他才亂打 噢對他有嗜血他有一張嗜血 欸這這這這看起來都不用換啊 你二回就是做這個把這個換掉啊 哎唷還有一個Tremona 都好 他會一次嗜血 因為我上次有被嗜血打過 幽靈幣然後精靈龍 看起來是效果都這樣 東西掉了 不是結操掉了 結操沒有... 嗚嗚! 燈! 真好 你爆炸囉 卡崩 打蛋機 真希望有人的... 真希望有... 應該有一隻傳說的能力就是... 隨時就是他會一直交換手下那個啊 這樣子還蠻酷的耶 偷蛋時間 第一把第一次偷蛋就上手 請給我零四的謝謝 這樣也可以啊 也沒有到很爛 那下一手就一定要王牌了 王牌打掉這個然後這兩隻換這個 討厭耶 你真的... 我要壓制住這個成長 對不對 然後至少這個 這個等下變四可以用這個換 然後這個用這個換 然後新的那個蛋就再說 等一下我們就偷他的蛋 耶嘿 No way 然後沉默一個 這應該不能超過 出牌 欸這個解這個 這個解這個 對不對 每次都要問對不對 沒有一次有答案的 放個燈 需要用這個解這個嗎 先解好了 先解 保一個安全 多下一隻手下也好 好 六回開始偷蛋囉 這樣遊戲 偷第一屆偷蛋大賽即將登場 在紅方角落的是 還好 他拿去敷這一隻龍就還好 欸 你這畜生 補我 謝謝 太好啦 群區 可能還好 其實也可以不要偷蛋啊 把 把 零三蛋打掉拿二三 這樣 這樣這一手可能會比較好 反正你都要減 減少兩隻手下 那我覺得這樣這一手比較好 缺點是他會他可以直接換他 最少 但是比起你偷了一顆蛋 然後這個就打他 我覺得這個還好 下一手再偷蛋就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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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要死掉囉 不要害怕 師傅救我啊 對 這玩意就是這場遊戲最重要的核心了 我跟你說 哎呦 可以救回來 不錯不錯不錯 呃 這兩隻換他吧 因為你換不掉他 然後再偷一顆蛋 留這隻就好 這兩隻換他 他換 我來改變你的主意 抽一張 太好了 好 新火戰鬥即將開始 謝謝你 現在 接下來就是換我孵蛋了 你就拆鼻巴 謝謝你 一把變九九 哦 他也在打蛋了 哦 我也在補蛋了 太好啦 啊 漢堡神抽 其實剛剛應該把真野素盾直接給他對不對 他就會直接孵了 沒有我想要保他 因為這個他會幫我孵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你加給他 你就是直接變七七 可是你沒有辦法讓他多換一次啊 所以我的想 我當初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我 我的觀察啦 只是 這是近 近 近 十年最流行的一句話 真的 這個可以再等你 這個 這應該可以再等一下 等一張加倍之後再撞就好了 反正 他一定會幫我孵啊 你就不用這麼急的自己孵啊 對不對 您為什麼要這麼著急呢 知道這句話的人都去面壁 我昨天有看那個 哦 這隻看起來要偵抓了 我昨天有看那個 小明他們打 他打那個 競技場 好強哦 哦 好酷哦 十一 最後結局啊 十一三 被神抽鹽爆GG 結果最好笑的不是這個 是聊天室全部都是我的觀察 媽的這全是病了 呃 可以救這個 如果你要的話 沉默他是可以救回來的 先群蛆吧 我覺得群蛆應該是 群蛆應該是 應該是差不多了 群蛆然後沉默自己 把他救回來這樣就好 這樣打多少 四加四八 啊 先看群蛆抽什麼 順便可以抽一個Double 哦 這樣打多少 四加四 八加七十五 十五加十 二十五點 他會有 他會有 我先把 我先把他解掉 等一下 他四血打多少 如果他四血呢 四血 這裡兩點嘛 他有狼技兵 再加三 五點 再加上 三六九 九加五十四 蛤 好像還是有點危險 還是打的安全一點好 如果他真的狼技兵四血 我會死對不對 五加一加三六九 打四十四點 那不行 為了避免出包 補 哦 你都不補我 你怎麼 你怎麼這樣子呢 欸 再偷一個蛋 啊 我要好的那一個 雖然他已經死了 哦 他還沒有死 這也是好的 這也是可以接受 呃 我可以 讓他 我可以補都 補過他 讓他把他打掉 然後這裡打多少 八 二十五而已 沒有死 還差三滴 呃 我可以抽一張看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給他不會變大吼 那個是法術吼 他不是聖光之職 耶嘿 哪有龍 你不要騙我 呵 你手裡什麼都沒有 這是龍 這不是龍 GG 不是要給攻速權 沒有用啊 給攻速權 沒有用啊 給攻速權 可以幹嘛 呵呵 不是 給攻速權 可以幹嘛 攻速權 不會變大 他不是聖光之職 我剛才講完了 我是用法術 灌的耶 傻傻的 我是用心靈自我 灌的 你再給攻速權 沒有用啊 serious OK 下一個 抽三張牌 獲得一個法力水晶 這應該是要打很快攻的牌吧 應該全部都要放零點教吧 我們有什麼 哪個職業有最多零點教呢 多好多新牌啊 好 這部套牌是過第一關的 一把就過 不錯 BRM 零四之一 對不對 七七變十四之四 七七變十四之 加七攻擊力 光速權加十攻擊力 您的數學 您數學老師經常請假啊 我已經沒有天梯套牌了 怎麼辦 我有一整面的牧師 哪個東西零費的最多啊 我先看一下 點個零費 四張 這沒有用啊 這對檯面沒有用啊 這好像也沒有批用 哦 好強哦 哦 好爛哦 哦好強哦 哦哦 對不對 而且 剛剛誰把盾給光速權這件事情也沒有用啊 因為 我是用這個做的好啊 我那個攻擊力是用這個做的 他不是北 他 我是用這個做的 然後我放完之後他就沒有用了 你再幫他加血量他也不會變大啊 就這樣 呵呵 呵呵 哎呦 這好像不錯啊 我覺得德魯伊不錯啊 德魯伊我覺得德魯伊是個不錯的選擇啊 試試看德魯伊還有月火耶 放一打垃圾 今日主題一打垃圾 然後王牌跟TC30還是要擺 反正這種副本進來之前就先把王牌TC30擺著 然後再說就這樣 好就這樣了 再來我們還需要什麼 把所有的一點叫都放進去 打一個對面當幫你打住快攻的感覺 德魯伊柱 喔 強喔 可能一會零都下兩張而已 攻擊手沒有用 這個 我還沒有看過他有什麼牌啊 所以 所以先不用跟我講 我知道了 我有看過能力而已 彈 彈有用嗎 沒有了 擺滿了 天啊 這部套牌到底會不會贏啊 這部套牌沒有傷害 沒有完全沒有傷害啊 DPS0 呵呵 不行啊 這樣擺應該還是會輸吧 這還是要認真一點 咆哮還是可以擺 咆哮山莊 咆哮在哪裡 咆哮呢 呃 盡量選1加1的東西吧 有什麼 魚人 這個這個這個 這好爛喔 算了 我還是不要擺打 就是好了 盡量擺可以活下來 然後做咆哮一拳刀 就這樣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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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呃 2點還有什麼1加1的東西 軟泥 我 我沒有大哥布林 欸 我時間是錯的 呵呵 我底上面寫的時間是錯的 到4點啊 我會在4點前打完 希望 希望他會來 我還沒有看要打多少滴血 所以我希望應該打得完 魚人1加1 然後軟泥1加1 軟泥呢 然後鬼怪乳行者1加1 1加3 好就這樣啊 月火術好像太爛了 希望月火術拿掉 我沒有大哥布林 對我如果你想要看大哥布林 對不起 我沒有大哥布林 而且我合不齊 SORRY 不行啊 黑暗幽光會放不出來 你的牌就爆掉了 所以你不能選黑暗幽光 你要選很低費的 然後又可以在場上做事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選太多 太高點的東西 然後跑笑跑笑跑笑就贏了 就這樣 真的假的 這麼順利嗎 吃土啦 試試看 欸 少兩張 等一下 那要自卵他會自然化 哦 真的假的 可是那要自卵 哦 好好吧 我先帶來看龍蛋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龍蛋 我只想知道龍蛋到底有沒有用 雖然我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 我的觀察 對不對 現在任何 我們今天 如果今天我要去報 如果今天的名人賽 我要負責上台報 我每一句話 結果都會加我的觀察 就這樣 現在主題是 不是多575的粉好嗎 575的粉是一張牌 是因為我多一張這個 你們不要再叫我拆了好嗎 等他改我才會拆的 400粉來自於這裡好嗎 哦 那個不錯 野性之力 好 就這樣了 加加 OK GO 然後一進去就打天梯 對手就想 你這個人智障 你這個智障 你這個智障就拿什麼套牌出來 在他的超載被改之前我都不會拆了 真的 我是覺得他的超載要修一下 身為一個 傳說 你居然還有超載問題 你是不是有問題 我覺得身為一個傳說 說居然還要吃超載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奇怪的設定 真真的 你是一個傳說 你就應該有一些 你就 你就應該要直接有一些 比較兇狠一點的能力 這樣 啊我會有法力水晶嗎 沒有 這裏真不公平 啊這要換嗎 不用吧 欸要耶 換一下比較好 喔 咆哮耶 太好啦 relative75說 我的官場啊 這副套牌勝算 0.00001%吧 贏了你就請客 在場所有人都有一個雞排可以領 太棒了啊 幹 我的自然化爆炸 他自然化這個耶 你也是蠻想殺人的 噢 噢我的咆哮 我的 訓練甲人 跟我的自然化 跟我的魚人 都沒了 我一回來只能做兩張牌耶 我只能做這個跟這個 我本來想拿自然化搞他 已經來不及了 欸欸 加加 還好還好 啊 我的優 我怎麼覺得優光消失沒有很難過 這個擺的有點多 不過水平就這樣 我的自然 這個嘛 然後這個嘛 加給他 加給誰是沒有什麼差別啦 反正都要不見 全場加加 噔噔 哦我們打出了第一輪DPS了 非常好 DPS 抽三張 1234567890 耶我不會爆牌 哈哈 啊 聖盾 這AI真聰明 這AI 令人意外的聰明 真的 我真肯講 我的回憶軟禮怪 先偷一個過來 不管東西拿來就對了 再下一個這個 那聲音好可愛喔 再下一個這個 剛應該打掉一隻E不然他兩隻02換然後打掉一隻63 虧喔 應該拿這個打這個才對 這樣我就賣掉一個聖盾 而且我什麼都沒有打到 或者是下這個才對 下這個把他換掉 做錯了 一張 哦啟動 兇滿 咆哮咆哮咆哮 雙啟動耶 現在雙啟動可以幹嘛 好吧 欸我可以再偷一次 還好 呃先把這個撞掉 因為 這是這裡面最弱的一隻 連這隻都比較好 再偷一次 哦 王牌獵人打掉一隻 下一隻可愛的幽光 欸不對不對不對 我先啟動 等一下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加他攻擊力 把這隻換掉 他是不是要烈焰風暴 我聽說他有烈焰風暴 不是聽說啊 他好像真的有烈焰風暴 我居然可以把手牌用完 好厲害哦 不要烈焰風暴 我沒有牌了 你死定了 媽 我不知道 幹他好像 欸他兩張自然化都丟過 他還有自然化嗎 他可能還有自然化 他可能一打自然化 關鍵回合 他打就沒招哦 打這個 哦哦 賺囉 多一隻 哎 贏了吧 這個數量修門跑下還沒有贏 沒有東西可以加了嘛 直接先全打 哦 Relay Team75要請雞排 我跟你講 我一次就過了 那個0.001的出來 出面 跟你講 我給你Forgamers的地址 你把雞排送到那邊 呵呵 我們晚上有雞排可以吃了 我跟你講 講話在哪裡 出來 你不要給我跑 好 果然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很會主牌 不論你要幹什麼T1130跟王牌獵人都先擺進去就對了 呵呵呵 對不論今天 不論今天打哪一套這兩個都先擺進去就對了 零四之二 呃我要拍一副牌下來然後把他砍掉 我先把爆牌賊排下來好了 這是打那個用的 OK好 這是第三三之一區然後我再把他拆掉 謝謝你 呵呵呵呵你不要在那邊吃土啊 我跟你講第四關要打 呃我想看他的法術是變三點了 回音法勒 回音法好像可以耶 可是我沒有收尾手段耶好麻煩 呃這一關是他會一直塞你的手牌所以這個是關鍵 欸 我先測試一個雖然我知道昨天阿麻子也測試了一個晚上 不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測試請不要給我魚人截略者 到底術士能不能把法術丟掉啊 因為昨天完全沒有成功耶 昨天阿麻子打了一個晚上沒有一次成功的 沒有一次成功用捨棄牌的效果把牌丟掉了 把那個毒丟掉 我只是想要再測試一次因為我還沒有自己測過啊 Discard 氣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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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沒說我們網路霸凌了對不對 欸我沒有氣牌了 氣牌就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氣牌的沒了 死亦 我沒有死亦 所以不行還是只能選住那一套 不能嗎確定到底會不會丟掉啊 因為阿麻子昨天試了三次沒有一次成功的 不只三次喔 然後應該是好幾次 阿麻子昨天試了好幾次沒有一次用這個把牌氣掉了 所以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很奇怪就是 欸為什麼你是被詛咒了吧 詛咒古地死亡之翼是一個死亡之翼一定可以啊 死亡之翼不可能不可以 但是這個到底可不可以就變了一個奇怪的事情 喔他運氣不好而已 好吧 呵呵呵 那這個或許也可以 不過我們先 我先用我昨天 我先用昨天我想的 我想的另外一套好了 我先想正常的 呃我先用法師的概念 我原本想到的第一個是法師 所以我昨天看過三網 三網好像是最難的 要用節奏法的那個打法 然後掛複製 複製在哪裡 複製 複製 知道了 這也不錯啊 因為那個是法術啊 齊倫托 掛複製 蜜法之力 迷路恩射體 然後 Counter Spell Counter Spell 然後 兩點的另外一張是那個 Counter Spell 找到了 好 我們還有十張的格子 再來想一下要擺什麼東西 為什麼叫節奏法喔 其實節奏是一個 套牌的 類型 節奏的意思就是你 如果先講什麼叫節奏 你一回出 你一回的時候出一張一點法力的東西 二回出一張兩點法力的東西 三回出一張三點法力的東西 四回出一張四點法力的東西 然後對面就死了 大概就是這樣 對 這就是所謂的節奏 就是你掌握了檯面的節奏 對 那 反過來 什麼叫 那什麼情況下會破壞節奏 今天你在兩點的時候 下了一個兩點的東西 你原本預期可以 跟對手做一對一的交換 然後你再下一個三點的東西 理論上啊 對 我的觀察啊 反正現在只要講這句話 大家都很喜歡啊 對 那 什麼叫破壞節奏的東西呢 悶棍 悶棍就是一個最好的力 假設今天兩邊都是一直堆手下上去 一點叫一點 三點叫三點就是 之類的 然後他在某一個回合 他可以做 用一個兩點的東西 去破壞一個六點的東西 去叫一個六點的東西回首 雖然他也沒有死也沒有幹嘛 對 但他就所謂的破壞了節奏 讓你沒有辦法 繼續的讓你的手下成長 或者是發生一些事情 對 這就是所謂的破壞了節奏 這樣各位小朋友了解了嗎 還要放什麼東西呢 寒冰劍 寒冰劍居然沒有擺 他會叫什麼啊 不管 想起來了 我們剛剛講過了 不論你在打哪一個副本 不論今天他插了他裡面內容帶什麼東西 王牌鏈跟TC30都先擺 我們再進去之後再說他有什麼 這樣就好了 再擺兩顆火球 就先這樣啊 其他不管啊 這樣會不會贏 應該是不會吧 根本就沒有DPS啊 根本就沒有傷害輸出 我先進去探勘一下 對不對 雖然剛剛那場也是一把探勘就贏 然後就有人要請全部人機牌了 對對 憎恨者也算是 憎恨者可能還好 阿周我有聽過可以 可是我沒有阿周 我也不會為了這個去核一張阿周 我先講 我昨天沒有猜 我直接一開始就直接看了 那副套牌喔 我沒有詳細看套牌內容 所以 教派宗師他用的非常非常的好 這是最精...最最最精彩的部分 呵呵 塗毒囉 我給了他兩顆頭 因為... 這樣就能一口氣有兩下 這什麼 喔 綠色是最沒有差別的 因為... 隨便阿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在前二十分鐘你都打不死他啦 不用想阿 今晚的明天上有什麼對策嗎 沒有 沒有 沒有放放棄吧 應該是放棄吧 我的工作無比重要 別擺我 喔 我臉烤焦了 喔 喔 喔對是龍火是對的 沒有在想的是 做寒冰劍對不對 做寒冰劍有點奇怪 而且 秘法智力有點奇怪 秘法智力變得 你手牌已經很多了 你還做秘法智力 龍曼 欸 我有擺龍曼嗎 我應該要擺龍曼 我忘了我擺龍曼 有吧 我應該要擺龍曼吧 那我覺得冒險者應該也可以擺 他會換這個 你不要打他啦 有有有有有有 我們找到了 我有擺龍曼 太好了 難過的是只能做這樣 喔還好 我們暫時活下來 這麻煩了 這個麻煩了 這個沒有解 你就會強勢拉一波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大概拉兩波了吧 我覺得 大概拉三波了吧 一波倒啦 要一波 不是一波 一波拉了 欸先丟個龍曼 一三二不行 三三 應該是三三 三三 三三 一二 算算算 先偷嘛對不對 先把他撞掉 我才不要這個 這是這一排裡面最爛的東西 對 先偷嘛 反正這不會有什麼差別 再來考慮要不要做一一一一 先偷 再來 雙倍抽牌要把他濾掉 我忘記了 我是白癡 我帶來生命可惜 一把變食物 裁判 不行嗎 好棒 密法智力要丟掉 密法智力沒有屁用 我不需要抽牌啊 我剛做手裡的牌又來不及還跟你抽牌 都要死掉了 一定是血扣的不夠多 對一定是攻速不夠快 密法智力沒有用 密法智力沒有用要帶什麼啊 六秘密是不是有點多啊 複製反制 反制是為了抓烈焰 我剛幾回啊 四回五回就死掉了 所以我需要冰角嗎 冰錐 冰角 冰角 冰角可以幫助我活下來嗎 可能可以 不穩定的傳送門如果換烈焰呢 烈焰 我現在沒有烈焰耶 忽然發現這件事情 我覺得傳送門應該也沒有時間做 所以我試試看這樣子打 羊可能意義不大 羊要四點做 等到你四點做的時候通常應該已經死了 拉格納羅斯不是應該出來救援一下嗎 最後一關拉格納羅斯會出來嗎 山領可以考慮 山領可以嘗試 可是 我沒有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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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願意 是我沒有山領 對 一回 呃 不錯不錯 有一二這樣的東西就好了 對 只要可以保這個組長 基本上第一回合都不做事吧 第一回合 哦 我有三個秘密可以在裡面 英雄難度怎麼可能跟你作弊呢 大家都是英雄不是嗎 奈法利安 那個 都是英雄啊 對不對 大家都是英雄啊 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呢 聽說他第一個一定給綠色欸 不知道是真是假 啊這時候好傷喔 因為他一定拿這個騙你這個 然後他等一下這個還可以再換你一次 哭哭 咪咪 咪咪 呃 我頭上有什麼 滿頭包 冰角打一拳 秘密擺太多了 想一下 哪一個不要 複製嗎 鏡像體 這樣你應該是可以留 可是現在沒辦法做法術 你現在做這個三超級虧 你沒有另外一件事可以做 那一只能做二 然後你做這個他又要變大 要不然就做這個 可是做這個又很浪費 就過一回合而已 啊不然撞這個把它點掉 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 好吧 法反 T1130 好 知道不是法反了 太好啦 你好聰明喔 T 不是 這玩意 看起來有點來不及 三回四回五回 我幾乎沒有辦法排毒 排毒欸 聽起來好髒喔 基本上對他的戰術就是 除非出現黑 就是 他的手牌每回合會Double的那一張以外 其他的你都可以 有啦這個還是要處理一下 這個會讓你的血量瞬間就歸零啦 我大概下一輪就要死掉了 我沒有阿周 是我沒 欸法反 沒事扛掉 阿這是什麼 我活不到六回 喔我可以兵一回合 太好了 可以靠這個兵一回合 然後吧 我兵的那一回合要把手裡的兩隻都 要把兩張取掉 要至少 這個要取掉 不然我要再自己回合死掉了 Shit 我沒有辦法排毒了 我還是可以排毒 TC 我可以這個 撞這個TC一個 然後我就死掉了 所以我一定要兵 然後 把 那個在哪裡 那個那個那個 扣血那個在哪裡 這個 這丟掉 好 然後 先打一輪 下一輪再決定 拿下一輪還是給你一張紅色 欸謝謝你 我復活了 謝謝你我復活了 這遊戲一定怪怪的 不用害怕這遊戲也不是第一次怪怪的 敢偷嗎 怎麼不敢偷 先撞掉三一再偷阿 對不對 是好是壞 躲不過 幹 怎麼都抽這個 檯面打10 14欸我剩一滴血 啊我手裡有沒有燒 沒有 我有力量風暴 沒有我用火球灌一個 火球灌一個55 火球灌一個56 這樣我會活下來 暫時活下來 不然我可以用這個架這個 可是這樣還是死啊 算了我還是 裁判他燒我 裁判他燒我 我獲得兩隻TC130 呵呵呵呵 完了 手牌自己塞爆了 他剛吼了三次嗎 他有兩顆頭 怎麼樣算也不會吼三次阿 不太好 為了黑衣 為了黑衣 這最好是來得及了 這是人類嗎 TC30前你可以把88換掉啦 如果你要賭的話 可是你把88換掉就是兩隻 他檯面剛剛多少 五隻還六隻 六隻嗎 馬呢 而且他不用燒線啦 我完全來不及耶 那個 諾茲多姆才五秒而已好不好 那個諾茲多姆算一算大概只有五秒的時間吧 最好是五秒內來得及做完啊 到底哪一個沒有用 這個下一張 換燕子好像沒有用 我覺得 反正他都一定叫得出來嘛 反正我覺得他都一定叫得出來 你就放一隻他拿錯了 你就把一隻 這個嘛 熔火有點危險 我是 我沒有 啊 對我沒有 亞歷史濁殺可以嗎 我覺得冰要再多一點 烈焰風暴一點都不重要 反正你都燒不死 你的目標就是把他東西全部都偷過來 對 所以我覺得暴風雪還是比較搞頭 暴風雪比較便宜 就這樣 嗯 還缺一張 為什麼 數學不好 咦 剛剛拿掉什麼 暴風雪 烈焰 烈焰回去一直不要 烈焰太卡了 多一隻手下好了 手下這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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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東西 火球 火球擺了 火球擺了 烈焰 末日 噢 敦Sailer 我沒有 欸 我沒有花生 我有花生嗎 我沒有花生 我沒有花生 欸 末日語言者 末日語言者不錯 他只有揮擊嗎 他只有揮擊可以應接 啊 末日語言者 敦Sailer 那其實可以擺兩張敦Sailer欸 我再提一張 只要這個跟這個就是一個五點結 五點全場應接 這個 這個也是五點結 這個還好 這個可以讓你三回下兩個東西 守王領族 蛤 那守王領族有點危險欸 守王領族容易出包 看來敦Sailer要兩張欸 不然怎麼辦 暴風雪 我們還有多少 我們還有五十分鐘要過這一個王 還有跟下一個王 天啊 這來得及嗎 西瓦娜斯好像也是可以 我覺得不然巨人不要 我覺得巨人 喔巨人可以擋龍 我是怕巨人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死掉了 火球術不要嗎 寒冰劍不要 不行啊 這幾個看起來都是核心啊 這幾個看起來不下就沒有東西了 死亡領族下一張 不要不要擺死亡領族 再擺西瓦娜斯 就這樣了 好 測試心得 六費活得到啊 一定活得到啊 至少剛剛就活得到啊 潛行的什麼 你說潛行的手下嗎 有耐心的刺客嗎 你要這種東西嗎 這一次英雄男的前兩個很簡單 然後聽說後兩個打超級久 後兩個都要打一個半小時還打不完 所以我們要盡快想辦法刷警盾 這沒有用了 可以下去了 這個如果你前級打空檯面的那一邊 這就沒有用 這可能有用 我有五張秘密 所以先洗一張機會應該是很高的 但我沒有說對不起 火龍頭居然不是只擺一張嗎 我擺兩張還一張 我擺兩張 輸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輪就照這裡了 我現在就是要無止境的排毒 這個是最麻煩的 金融剛好是法師最不能打的東西 因為 沒有因為了 就這樣啦 就是打不死 就是無解 真的就是無解 應該要想辦法送對手一張阿周 不是送對手一張米歐浩斯 把他毒全部解掉 這樣可以嗎 應該做得到 3-3阿 下的時候是3-3 然後他撞Double就再3-3 然後他撞Double就再3-3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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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太好啦 快攻烈打全部 英雄難度快攻烈打全部 那你很厲害 如果你是英雄難度 那去你的 如果 如果要打一般難度我也做得到好嗎 一般難度你不要跟我講說手機了 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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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舉個什麼例子比較好笑 你用 有傷害的嗎 沒有吧 有雙抽牌的 Shit 你用紙筆給我的我都做得到好嗎 所以他有兩隻黑衣技師 我的工作無比重要 別擺 蹲Sailer 額 還捏 這打他也沒有用啊 因為有這個啊 呵呵呵 打他然後補6滴 有來跟沒有來一樣 打基本的幼稚園也做了 也沒有到幼稚園啦 但是做得到啊 打基本的一定做得到 打基本做不到才奇怪 死了 因為我只能這個景色嘎 嗯 末之原則都到哪裡去了 我剛可以2加5 不過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末之原則到 末之原則都到哪裡去了 這隻又一拳倒啦 純兵法嗎 不要想說做複製 把秘密都拔掉 秘密帶法反就好了 這樣嗎 那把齊倫托也拔掉 全部做 做做 自己的 我按錯 全部做兵法那一套 欸 兵法那一套 不然就是暴風雪換成... 冰錐術 他應該不會撿破日吧 他應該沒有這麼好玩 我怎麼一直按到別的東西 暴風雪換冰錐呢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冰3隻就好了 你有東西一定要去掉就是 複製好像還好 放鏡像體跟法反 這樣呢 然後我還需要什麼 法愛龍曼 寒冰劍 巫師的學徒 末之原則 火球 冰錐 暴風雪 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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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不行 我要是拉冰箱 冰箱 冰箱 因為明明要拉太多了 烈焰 烈焰可以燒掉全部 剛剛最後可以燒 可是我剛剛沒有擺 所以就抽不到 好 再試一次 莫力原則當然是快死了才來 養一張 為什麼 為了養什麼 養一張嗎 好 那我們要再丟一張牌出去 誰呢 不如就你吧 龍火巨人有點緩不濟急耶 我怕龍火巨人出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變龍火 我就已經變死了 王牌一定要帶 王牌有四隻可以打 麒倫托 不太能不帶 法術反制 不太能不帶 這也不能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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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帶就抽不到 這個是為了你可以撿那個費用去 去結那個 冰箱可以暫時扛 西娃娜絲 烈焰 把烈焰拿掉 沒有 先不要帶羊 試試看 再試一次 一試再試 試不成 再試一下 沒關係 我們這一場 一場只花了八分鐘不到 就可以決定 要不要投降 非常好 大地不可能 大地絕對交 欸 欸 我有回音嗎 你大地叫出來那一回合 你大地就死了 真的 要空台六回做事很困難 至少我覺得很困難 我的觀察啊 你要空台六回做一 做跳一次Ticker很難欸 這不是一般難度 要是一般難度 要是一般難度 25分鐘就過了 不到15分鐘 5分鐘就過了 一般難度我低 欸欸欸欸 克洛瑪谷是我第一次過嗎 一口氣咬兩下 我怕他用咬吧 咬掉這個 三回我下這個 我有兩點法術 沒有那我還做這個 回音學徒需要很多學徒 有回音學徒 末日加冰淇淇淋等於立章 不不不不不 你差多了 末日加冰淇淇淋不到一張烈焰風 末日加一張冰淇淇淋 大於一張烈焰風 不好消息 大魚喔 對 大魚治水喔 先解一張 看 把他痛死了 末日加冰淇淇淋一定可以全解 烈焰風 不行 然後不能給他double抽 就這樣 這是法術減三 補四滴血 繁治 法術減三 還好 手下減三是最麻煩的 不然我先掛繁治好了 這其實解這個比較好 反正你打他臉也沒有用 他會一直跟你換 這不是金像體太難過了 這不是金像體太難過了 這是金像體 不行不給抽 不准抽 抽你老師 手下減少三點 這個很扯 這個很扯 這超級扯 反正對抗 克羅馬古斯的重點 只有一個 活下來 不要死 要好好活 呵呵 我沒有生意 Stay alive 就這樣 欸 偷一個 偷一個 偷一個不管 好 這個時候 你要相信運氣 還是相信直覺呢 這個一定要解掉 這個先撞這個 因為 比剩下四個 喔他會做法術 那就沒有哪一個比較爛 那就先偷 偷完撞六六 是 是 最一般的做法 虧的是 如果今天偷完 不是偷到他 然後你就得去撞他 因為 要不然你 你不能 你這盒沒有辦法排掉一個 不然你會 很傷 所以那不如先撞 反正你都會撞他 OK 然後把一個 把一個 把這個濾掉 唉唷 這場好像有機會喔 唉唷 當我什麼都沒有說 唉唷 媽媽的打我 我現在最難過的是 他居然不是九九 因為要不然我可以用這個打 現在他不能打 我可以用天燈劑點 YEAH 好 我們就用天燈劑點 太難過了 然後來看一下手牌 補血 手下 -3 法術 -3 補血 多下一隻手下好了 我們有許多祕 現在亞歷史著殺了 幫我補血 Healing 登 哈? 現在我都開始卡了嗎? 唉有欸 現在開始紅字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 我沒有在宰東西好嗎? 我很認真的在打爐石戰技 我剩一滴血了 他現在只要開紅色的我就死了 呵呵呵 這遊戲已經變成一個運GAN了 呃... 好了吧 應該好了吧 誒又幹 又沒有好 又綠枝又紅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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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綠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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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沒事了 我們大家都救回來了非常好 不要害怕 快快把西歐納斯給我 不是西歐納斯對快把亞歷史多太哥不要給我紅的 我居然還活著欸 這遊戲最特別的一件事情是 我居然到現在還活著 我不能放王牌啊 我們有許多秘密 幹我做錯了 不過沒有差因為這還是一定要打 不在說沒多少 放進去 我共有了 我加油 我也是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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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沒有想有什麼 喔 你說丟王牌把他射掉 喔 也 兩個不夠啊 要丟三個欸 一個才22呢 他23 你要加兩次他才6欸 你的數學 您的數學也是 呵呵呵 我剛覺得蠻有機會的啊 我還是帶一張補血機器很好啊 我的血量好低喔 低破錶啊 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 我的 我的看法啦 呵呵 我覺得烈焰還是不要帶啦 我不如帶一個補血機器人 烈焰不會沒有辦法救我回來 我現在需要從邊緣歸來 不是啊 他原本23 你丟兩個法術 他也才6 7 然後呢 呵呵 那我還是不能王牌阿 對不對 喔 光明引路者 我想想 光明引路者欸 哎呦 哎呦 如果我可以保住法術凡自禍 我可以保住任何一個秘密光路圓 光... 光... 光明引路就可以做好多事情哦 光明鎖這的幾點掉? 三點 profile 我找到了 呵呵 所以我不用擺其倫托欸 我擺這個就就好了 我的重點是血量才不是台面 冒險者會養不起來 會有點慢 會有一點點慢 冰箱然後光明引路者 先我們再打一場 我覺得應該沒有這麼困難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 我現在新的 我把USB Hub放在地上 但是他就有點卡卡的 掉了一堆血 喔!再試一次 冰箱引路者 哇!必補欸 你要加死嗎? 我們盡量把他打 哦! 這個起手再來一個TC 再燃就贏啦 開玩笑 沒有!以太一定沒有用!以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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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來!通常來不及! 這就最...喔~~~ 這就最煩!你一回下龍曼然後被他下這個你就一定虧! 因為他一定可以把他撞掉!你還沒辦法處理他! 真是太難玩了這遊戲 這是最虧的棋手 這是無解的棋手 無言的結局 這樣補到數量是一樣的嗎? 沒有!我剛才想先下這個還是先下這個? 喔!沒有解! 我們有機會了! 先做兩個法術起來! 哎呦!先寒冰箭一發! 這還是要把他打掉! 他要解這兩個做法就是揮擊! 啊!我開玩笑!你千萬不要這樣做!你不要真的做!求你! 好吧! 他連封到四點交! 好吧! 我先把法傷減少!不然那個太痛了! 手下減3這個可能也要丟掉!不然很麻煩! 傷害還可以! 手下減3是為了騙他! 騙他做手下! 可是因為我沒有提11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讓他做很多手下! 不然這樣我很危險! 我至少把那一張解掉會安全一點! 欸!我也有一隻! 呵呵!一人一隻雞翅膀啊! 呵呵!當我沒有說你的雞翅膀好大! 不公平! 為什麼他們雞翅膀沒有大! 他們有後台! 人家就是有後台!後台大的勒! Dunseller 看起來是一個Dunseller的好回合! 不行! Dunseller的是爛拖了! 這個解這個X2 這個OK! initial性보 法反不錯!不錯不錯! 那我可以先把這隻龍蟾幹掉! 啊...